發覺這世界 永遠太小心黑 因此花一天 改變一切習慣 小心太快 捉得到太少 喜慌花一天 感覺一切是愛 問以食為天 飲食除了是生存的基本要素之外 也影響我們的健康 說的健康不僅是新 更重要的是心 在我們這個以速食為重的香港 如果你想吃得健康又開心 就要留意我們有型做善事 我經常聽到藝人、KOL 說吃甚麼子女的食物 即阿麻子的食物很好 沖水喝就已經很有用,對吧 我也聽說過 又說減肥因物 又說有很多營養素,像色飛一樣 我不只聽過,我試過 是真的不錯的 是素食者的因物 這麼厲害,還有甚麼用 有多好 詳細的東西我回答不了你 不如我們交給營養師 有四個美女坐在這裡 我們當然是說美、說健康 還有我們的營養師,阿嘉在這裡 你好,阿嘉 對,當然要說一些子女 是嗎?阿麻子和奇亞子 聽名字,其實都是分別的 看過樣子,都分不到的 不知道是誰,誰打誰 大家有吃過嗎 有 我也有吃過 但我不知道自己吃了奇亞子 還是阿麻子 我也是 只是一顆粒粒的 我有少許研究 這兩隻我也試過 我記得分別是一隻會發大 另一隻濕了水後,有點滑散 很清楚,顏色得很清楚 那一隻會發大? 你先考考你 其實也會發大 其實兩隻都會發大 對,我吃過那一隻 我記得有些類似透明的東西 在旁邊 對,我也有 然後中間有顆黑色的東西 我也是 如果用豬肉眼看,應該是這隻 奇亞子… 究竟這隻是奇亞子還是阿麻子 不要開箍,考考你… 你說很清楚 很清楚的 誰是奇亞子、誰是阿麻子 那是誰 浸了水後 會有些像啫喱狀態 發大過的就是奇亞子 奇亞子,這隻就是阿麻子 這隻是磨索粉的阿麻子 它原本的樣子像芝麻一樣 對,像芝麻的樣子 但它是啡色,大顆一點 其實是否種子類的東西特別健康 其實種子類的食物 營養價值也偏向豐富一點 通常礦物質 或維他命B、維他命E 那些纖維和植物化合物都會比較多 那它們的營養價值有甚麼不同 其實如果我們比它們兩個 奇亞子的纖維會比較高 阿麻子的話 會是它的脂肪含量比較高 但兩款都會有很健康的脂肪酸 我當時想吃奇亞子 是因為它浸水後會發大 然後我聽說 它表面的透明物質 裡面有很多纖維 所以吃下去就會有飽肚的感覺 而且好像在塗布甸吃 我會拌一些甜甜的東西 譬如加一些蜂蜜、燕蜜、奶 一起吃 其實要煮嗎 其實也不用,兩款都可以生吃 但一般來說就少吃一斤一斤 通常我們會像Gianne說 加進去一些乳酪、燕蜜、奶、奶製品 流質的食物或墨皮比較多 再不然有時候炒蛋 你可以加一點麵 或者沙律再拌一些這些紫維 增加整套菜式的營養價值 也不用煮嗎 不用煮,浸水就可以了 是嗎 是嗎 這兩款的紫維都會有Omega3 會有植物來源的Omega3 我們稱為Ala Omega3是人體需要的一款脂肪酸 我們沒辦法,人體會自己製造足夠 必須在食物裡攝取 它們會有植物來源的Omega3 即是Ala 我們人體可以將Ala轉成… 可能大家經常聽過的EPA和DHA 蝦頭吃素的 這就是蝦頭的陰蜜 因為它不吃魚類、海鮮類的蛋白質 這就可以適合了 對,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日常生活所攝取的Omega3 通常都是魚類、海鮮類的來源 例如這兩款的子類 會提供了植物類型的Omega3 不過要小心 因為其實Ala在人體的轉化率 每個人都不同 有可能會很低,有可能會比較高 即是你吃了的Ala 就不知有多少可以轉化成EPA和DHA 我們聊了這麼久,可以邊吃邊研究嗎 對… 因為對我們來說好像很漂亮又健康 我想快點吃著來聊吧 好,我們即時嘗試功效 我們先來阿麻籽 好 先嘗試阿麻籽 好 先嘗試阿麻籽的籽 一個是乳酪 乳酪 乳酪加了一些阿麻籽和麥皮 份量應該吃多少 其實吃阿麻籽最好是磨成粉 為甚麼?因為阿麻籽有一種 非常好的活性成分 它叫木分素 英文是Licone 它吃了後會被小腸的細菌消化 然後再製造一些 藥性刺激素的活性分子 對健康很有益 刺激素有甚麼用 其實對於更年期或更年期後的 女士是特別好 那我不適合… 我也不是很適合 不過為了效果,吃一點吧 不知道… 但我想她應該… 不,我要吃多一點 你認真說… 預防… 對… 預防也有用嗎 對,它有抗癌的效果 就是有少許防癌的效果 那要吃多一點 對,大家繼續吃吧 對,大家真的要問 其實更年期關於甚麼事 更年期是因為更年期 身體內的癡性、賀爾蒙 或癡激素的水平會下降 譬如我們吃了這個後 身體的長度菌 可以幫助我們製造一些癡激素 就可以改善… 有可能可以改善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如果這樣 我揉成甚麼食物 都撒上癌後,我揉成甚麼食物 那我會否覺得還可以 會否吃過量又不太好 其實因為兩樣都是阿麻子 其實都是一些子類的食物 它的熱量也偏向較高 無論是健康的脂肪也好 不健康的脂肪也好 我們應該吃量攝取便好 不要吃太多的脂肪 我又想問,會否加熱後 會破壞了營養成分或纖維 加熱後,纖維的數量或含量 沒有大分別 脂肪酸不太好 可能會有少許變質 但其實問題也不大 剛才提到為何要弄碎食物 因為弄碎食物後 我們才能吸收到最好的活性成分 木分素的成分 但如果是圓粒吃的話 就不能摺取木分素的活性成分 所以我看過有些麵包店 會加一些阿麻子烤麵包 撕開後,你會看到圓粒一粒的阿麻子 但其實這樣的食法不太好 這樣的食法也可以增加纖維的攝取量 但沒有活性成分對健康有效的那一部分 還有甚麼好處 除了可以增加女性的康蒙沙癡激素 其實它對心血管是非常好的食物 它可以幫助我們降血壓 以及降低血液中的膽固醇水平 如果是這麼健康 其實每天吃都沒問題 例如早上吃早餐 我又灑進蛋袋,拌勻蜜皮 是可以的,每天吃 也可以,每天吃都沒問題 因為它是油脂類比較多的食物 我們控制在2至5湯匙會比較好 大概20至50克的份量 也會有降血壓 以及降低懷膽的效果 我們盡量不要吃過這個水平 是孕婦和餵人奶的媽媽 我們盡量限制攝取量 因為怕值得多的話 會影響胎的性器官發展 或是日後發育時段的問題 我似乎都很健康 其實它也是一種很健康的食物 然後你早餐吃它又很方便 又不用煮,然後加進食物 拌勻就可以了 既然這麼健康,其實是否真的… 我不一定只吃麻糬 加上茄子也可以 你也可以嘗嘗 你可以加少許進去 瘦 瘦感灑嗎 可以 通常要等待它,它才會發大 不過我試過,就這樣灑進去 隨便可以接受 好,我先嘗嘗 我剛才吃乳酪 我以為它會比較好吃 然後我發現原來蜜皮挺好吃 真的嗎 很好吃 對,因為… 好像添加了三碗 這麼快? 我看到蝦含蜜蜜皮在筆 它的質感加上蜜皮 有幾個層次,蜜皮比較厚 然後磨成粉有點脆 但味道本身不太大 有一點蜜味 對,反而在蜜皮上比較出色 乳酪被酸味蓋過了 我覺得它方便的位置 其實不會影響食物的味道 然後你可以直接灑上去 拌勻就可以吃 其實真的很好 它有輕微的味道 可能是堅果類的味道 所以其實配蜜皮或乳酪也很適合 它是不用煮,直接灑在水上 其實也有營養價值,對吧 也是的… 前一陣子我變態一點 我加入了咖啡 即有奶的咖啡 可以嗎 對 其實有一點像杯牙的口感或味道 我個人來說覺得挺好吃 但我不知道是否每個人都能接受 我會想到再有甚麼吃法 都可以好吃 因為它不會太影響到其他食物的味道 我覺得加進去任何菜 都覺得挺棒的 我剛才想到的很重點 是 灑在即食麵上 我也想不到 即是平衡 對,會減低罪咎感 尤其是在宵夜的時候 其實可能沒有甚麼分別 我不要聽了… 繼續吸收多了一些營養 你會在即食麵本身 已經有很多油的基礎之上 再加點油 好,我們保持炒蛋… 加油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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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亞子已經成為發脹的粒粒 小肥旗亞子 即是黑色的 像西米露狀一樣 對 有建議浸泡了一晚會比較健康 還是即食比較健康 其實也沒所謂 旗亞子大概五分鐘已經發脹 所以是非常快速可以吃的食物 如果新鮮旗亞子煮的話 可能口感上有一點不同 大家待會可以試試 試試的水泡旗亞子 乾杯 為了美麗喝杯 我印象中是… 就這樣喝是一般的 不,其實它沒有味道 我覺得有一點酸味 少許草青味 對… 我很喜歡這種味道 所以我覺得好像很好吃 很新鮮的感覺 這種味道 你喜歡嗎 很特別 對,我記得之前吃過旗亞子 我很不喜歡水泡 因為水泡沒有味道 再加上草青味很厲害 然後我會加一些較甜的食材 加糖醬汁… 可以試試 加糖醬汁 我覺得有一點聲音 我想問那些是否咬 有一點聲音? 我沒有咬 有,有聲音 我吃得很聲音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這種… 例如五青汁 我覺得那種很棒 不是… 很黑的味道… 很黑的味道很棒 我想加了橙汁再加旗亞子 可以 我覺得是一個小小的經驗 我試過以前加了旗亞子 再加液體的話 它會停留一塊 很難調得溫 好,我想嘗試一湯匙的份量 會脹得多大嗎 對,看看有多飽 加了它之後 記得快點攪拌 否則它會結成一塊東西 可能口感未必那麼好 一湯匙是否大塊 可以再加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我應該要多一點橙汁才行嗎 我們給它一點時間 其實它就會發脹 好像旗亞子比較麻煩 因為剛才我們吃麻煩時 任何食物都不會影響食物的味道 然後損進去就好像已經可以吃到 而旗亞子會發脹 又會有甚麼腥味… 草青味 雖然我不覺得 但好像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旗亞子其實還可以 因為本身的味道不太重 但它需要吸水 其實也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要多給它一點時間 阿麻子也會吸水 但一般來說 我們不需要讓它吸水後才吃 但旗亞子有一個很厲害的功效 是減肥的因物 因為它會飽肚… 還有甚麼呢 還有甚麼呢 其實旗亞子怎會被人說 是減肥的因物呢 因為它吸水的能力很高 膨脹就可以令我們有飽肚感的出現 例如飽一點就可以減少吃零食 或者吃辣椒食物的心 它膨脹的幅度大概是它本身體積的十倍 所以在手臂上黏了一粒 這個很清晰的 不是一種杯子裡發脹的旗亞子 它面上有一層啫喱包著它 你這裡也有一粒,還未發脹的 對比… 對比就是這樣 或者你看看我們現在的兩個杯子 左邊的很明顯是有一層白色的膠包著 對 右邊的還未有 就是因為右邊的還未吸夠水 多給它一點時間 它就會變成左邊的狀態 那還未吸夠水和吸夠水 是否也不所謂 其實是不所謂的 但吃了之後,要補充足夠的水分 因為有時候你喝不夠水 它就會吸收了腸裡的水分 可能導致便秘的問題出現 那很好了 它焗你,要多喝點水 所以很飽了嗎 對,這樣就很瘦了 我想問,剛才我吃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它有點啫喱 我有點忍不住,想咬爆它 其實咬爆它是否可以的 會否破壞了營養價值 不會破壞了營養價值 純粹因為它外面是水溶性纖維 它對健康非常好 咬爆它也不會影響纖維的含量 那我不忍了 我剛才想著放到長度才會爆 會比較健康 放到長度才會爆 胃酸 燒爆它 對 我解釋,不要爆它 那我咬爆它,我不忍了 剛才我們浸了幾分鐘 脆薄薄好像在咬芝麻類的食物 我喜歡這個質感 真的要咬一口 你嘗嘗了嗎 這個滑絲絲,我一般的 好像是啫喱 好像是西米 西米 西米混合,但有一股臭青味 我一般的 加入橙汁就好了 其實它是一個很高纖維的食物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吃到 可能兩湯匙左右 它可以幫我們增加纖維攝取量 大約10克左右 那甚麼人最適合吃奇亞紙呢 如果是奇亞紙的話 它有四個功效 我特別推介給大家 第一,它的鈣含量是非常高的 如果平時不太喜歡喝奶 或者不能喝奶的人 就可以用它來補一補鈣 我嗎 甚麼 我也會的 如果乳糖不耐症的話 可能會少了一個醬汁 去吸收鈣質 對,一盎司的奇亞紙 會有大概200毫克的鈣 牛奶的話,一杯的份量是300毫克 其實它也不差 另外就是減肥的問題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製造一個飽肚感 幫助我們控制熱量的攝取是比較好的 第三,會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士 它可以幫助我們降低膽固醇 以及改善血壓方面 第四,會有糖尿病的人士 因為如果我們每一頓 可以連接7克 一湯匙的奇亞紙一起吃 就可以減低餐口血糖上升的速度 因為纖維令其中性肌值低 就是升糖指數低 我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把剛才的這杯橙汁… 拌勻嗎 拌勻進去浸過夜的水裡 它又有啫喱狀的東西 又沒有那種香味 但又有咬口 又有少許橙汁和甜味 你先說吧 這是最好的喝 是嗎 我喜歡… 我不喜歡它浸得那麼涼 但這個應該是老少咸二 媽媽也能喝 小朋友可以嗎 小朋友也可以的 其實也沒甚麼大問題 它也會有Omega-3 我們一開始說過 對小朋友也比較好 我想問一件很奇怪的問題 如果我乾吃一匙奇亞紙 會否有甚麼後果 突然吐咬 突然吐咬 真的會否突然將著喉嚨 或是… 天然會否有水 可能會比較乾 對,但如果喝水 其實也沒甚麼大問題 總之,吃奇亞紙或高纖維的食物 儘量喝足夠的流質 便可以避免變秘的問題 那有甚麼人士是不適宜吃的嗎 如果胃功能,即消化功能較弱 我們建議食量或份量 可能會較少,會較好 即慢慢增加就會較好 但如果腸胃功能沒有問題 比較健全的人 也會慢慢增加,會較好 始終一次過加太多纖維 便很容易造成變秘的問題 這個很方便 因為我們經常外出拍攝 其實很少能吃到菜 或是一盒菜幾個人分 這個可以代替了菜內的纖維 聽說菜一大碗才有三、四克的纖維 但這裡兩匙羹已經是10克的纖維 也是比較高纖維的一款食物 但我們不可以完全去代替菜 因為蔬菜和不同顏色的菜 都會有不同的植物和合物 對健康也有不同的好處 但這個旗亞籽的確是可以… 我們日常生活中 非常簡單 就可以增加膳食纖維量攝取的方法 我們當作兩湯匙 都是大概28克一盎司的旗亞籽 已經有10克的膳食纖維 每人一天需要25克的膳食纖維 其實也可以補充… 5分之二的 補充 這挺不錯的 總之就是吃任何食物 吃蔬菜也好,甚麼都好 我不斷把旗亞籽和麻籽放進去 加持 對 加持 總有一些食物可以吃 對,但也要說回 因為旗亞籽和麻籽都是種子類 他們的熱量一般比較高 如果你不停放進去 就怕你攝取太多熱量 第二,它們都是高纖維的食物 一開始增加很多纖維的攝取量 就很容易造成便秘的問題 這些食物會在腸上吸乾了腸的水分 便便會變得很硬、很難排出 剛才看見你筆了三斤 四斤 快點喝多點水 多喝 喝水… 我今早還沒去廁所 我打算看看待會可以幫忙 不是這樣吃法的 不是一下子吃,有很多的 慢慢來 而且你這樣也要多喝點水 待會可以多給兩瓶水嗎 我會說有甚麼食物配的子女食物 是不可以的 例如有人說吃完榴槤 別喝汽水 別喝啤酒 毒藥 對 其實沒有說有甚麼食物 是不應該配這些的 其實在普通的食物 它加入任何食物都可以 留意水攝取量便可以了 反而是對的,子女需要留意 就是孕婦和餵人的媽媽 需要控制攝取量 我們會比較擔心 但一般來說 在市面上買到的 有阿麻子成分的產品都可以 不要突然增加阿麻子的攝取量 大家可以吃起亞紙嗎 可以的 我還未分辨 剛才你一直說的阿麻子 我在想黑色 對,是咖啡色 其實很神奇,會發財 不過說完後,我覺得好像有點感覺 是嗎 是 有點感覺 吃了兩瓶 我吃了四瓶 不要跟我爭 加加加油… 要感謝阿嘉跟我們分享後 現在是時候要一起去廁所了 是 要先灌水… 太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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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果會有很多工作 在這裡的地方 大家可以做好了 有很多工作 對,你們是否每次都要緊張 希望你們兩年 一定都有很多工作